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 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大麻问题上的厚颜无耻的反复无常的猛烈批评 哈里斯的团队强调,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对大麻政策的立场多次变化 并指责他在选举前随意发表不实言论 随着特朗普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支持佛罗里达州的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哈里斯团队认为这只是他面对压力的绝望之举 除了大麻问题,哈里斯还对特朗普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认为这是对神圣土地的亵渎,并重申了他对美国军人及其牺牲的尊重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当前政治舞台上的激烈竞争和深刻分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近日对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了严厉批评 指责他在大麻政策问题上的厚颜无耻的反复无常 这一批评发生在特朗普表示支持佛罗里达州一项娱乐性大麻和法化的投票措施之后 在上周六早上,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他支持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提案 该提案将使娱乐性大麻和法化 他强调,尽管他呼吁州立法机构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大麻 以免我们到处都闻到大麻的味道 但佛罗里达州的居民不应因持有少量大麻而成为罪犯 他进一步补充道 我们不需要毁掉人们的生活 也不需要浪费纳税人的钱去逮捕那些身上带有少量大麻的成年人 没有人应该因为稀释掺有芬泰尼的大麻而失去亲人 哈里斯的竞选团队江特朗普这次对大麻措施的支持描绘 为奇异系列厚颜无耻的反复无常中的又一次政策变化 根据ABC新闻首先获得的备忘录 哈里斯的长期通讯助手伊恩·萨姆斯指出 截至今天早上 特朗普现在建议他支持大麻合法化 但在他担任总统期间 他自己的司法部打击了大麻犯罪 特朗普在大麻问题上的记录确实各不相同 在任期间 他的司法部宣布取消奥巴马时代的一项政策 该政策限制了在大麻合法的州 对某些大麻销售的联邦起诉 但几个月后特朗普又收回了这一决定 他还在2018年表示支持一项 保护州籍大麻法律的两党法案 但在2019年 他用部分薪水支付了一个宣传大麻 使用负面影响的宣传活动 这份备忘录是在哈里斯接受CNN的 首次广泛采访两天后发出的 这是他在总统拜登宣布放弃连任后 一个多月启动竞选活动后的首次采访 当被问及他在某些政策立场上的转变时 哈里斯在周四的CNN采访中强调 我的价值观没有改变 哈里斯竞选团队的论点是 他在任期间的记录 反映了他在某些问题上的演变 但特朗普的记录则不然 萨姆斯说 他当了四年总统 他在这些问题上行使权利的方式 是衡量他如果再次有机会会如何行事的最佳标准 他现在所说的只是来自一个害怕输掉选举的人的绝望银河 除了大麻政策问题外 特朗普近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出现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哈里斯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声明称 特朗普最近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出现是对神圣土地的亵渡 据报道特朗普的竞选助手与公墓工作人员发生了争执 并在被警告遵守规则后 仍在包括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墓地在内的地方拍摄照片和录像 哈里斯在声明中指出 阿灵顿是一个我们聚集在一起纪念美国英雄的庄严场所 不是搞政治的地方 并称特朗普的行为是一个政治噱头 这起事件源于特朗普和共和党人 对总统乔拜登以及哈里斯在美国从阿富汗混乱撤军中的持续批评 因一些在撤军期间丧生的军人家属的邀请 特朗普上周一位中士尼克吉 上士达林胡佛和上士瑞安克脑斯线上花圈 他们是2021年8月26日 在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爆炸中丧生的13名美国军人和100多名阿富汗人之一 根据国防官员的说法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公募发生争执前已被警告不要拍照 官员们表示 阿林顿的一名员工据称被两名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口头辱骂并推开 但该员工拒绝提出指控 特朗普竞选团队随后对五角大楼官员进行了抨击 竞选高级顾问克里斯·拉西韦塔称军方发言人为骗子 特朗普竞选官员表示 他们获得了待人拍摄视频的许可 特朗普一直在集中火力攻击哈里斯及其在外交政策决策中的角色 特别强调副总统曾表示 他是拜登做出阿富汗决定前最后一个在场的人 拜登政府遵循的是特朗普政府 在2020年与塔利班谈判达成的撤军承诺和时间表 根据2022年一份审查报告 特朗普和拜登的决策是导致阿富汗军队迅速崩溃 和塔利班接管的关键因素 哈里斯在周六提到特朗普过去与退伍军人争吵的历史 并重申了他称我们阵亡的军人为傻瓜和失败者 并贬低荣誉勋章获得者的指控 他强调 这是一个无法理解任何服务于自己以外的人的人 我将永远尊重所有美国阵亡英雄的服务和牺牲 我永远不会将他们政治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哈里斯批平特朗普在大麻问题上的反复无常 就像是锅咸锅黑 哈里斯自己也在政策立场上反复多次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反复无常吗 他在参议院时对大麻和法化嗤之以鼻 现在竟然成了最大的支持者 这不是典型的见风转舵吗 啊 楚天书 你的逻辑简直像一只喝醉了茶的蟋蟀在跳舞 哈里斯的政策演变是基于科学和社会进步 而特朗普的反复无常 更像是他换穿内裤一样频繁 大麻问题上 特朗普今天说支持 明天又要打击 这根本不像在治理国家 更像是在玩猜拳 谢奇奇 你这话就像龟兔赛跑里的兔子 不禁推敲 特朗普在大麻问题上的立场变化 反映了他试图理解和应对不同州的需求 这不是反复无常 而是灵活调整 哈里斯呢 在他担任加州检察长时 大麻使用者可是被他逮捕不计其数 现在他摇身一变成了大麻和法化的拥顿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楚天说 你的辩护真是如同主斗燃斗机 无下限的自我矛盾 特朗普在大麻问题上不仅是反复 他的政策变化根本没有逻辑可循 就像他在阿灵顿公墓搞政治噱头一样 对英雄的尊敬居然成了竞选活动的一部分 这样的人你也要辩护 哈里斯至少是在进行有根据的政策演变 而不是像特朗普这样随心所欲 随便编造 谢奇奇 你这种辩论就像唐吉赫德打风车 根本没抓住重点 特朗普是在回答人民的诉求 试图在不同时期找到最佳的政策解决方案 而哈里斯呢 他的政策变化更像是为了政治利益而变脸 这样的政策变化跟风见机一样 看哪边风大就往哪边倒 你说他是基于科学和社会进步 怎么看都是个笑话 楚天书光说不练假把事 特朗普的政策变化 如果真是为了人民 那就不应该反复无常 毫无逻辑 哈里斯的转变至少是一种反思和进步 而特朗普更像是个在玩政治游戏的滑头 就像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举动 简直是对英烈的不敬 哈里斯指出他的错误是有根有据 而不只是为了政治利益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